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这一节课主要讲的是劝谏 就是我们做一个上位的领导者 要能够接受下面人的劝告 谨言 那么学习我们总是都回到自己本身来 我们每一个人又在上位 又在下位 所以这个劝谏 我们接受人家的欠见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心胸 那么不是说某一些人他要接受欠见 那我不是在上位 那别人欠我 我就可以不听了 那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每一句经文都要回到自己本身来 所以这样学习才是主要的意义 那如果说这个欠见 那我也不是老板 那别人欠我们 我们就不听了吗 是不是这样 我不是老板 那老板才要人家欠 那我不是老板 人家欠的我就不接受了 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老板 所以这个学习都是要回到自己本身来 所以这个在上位 下位 那每一个人都有在上位 都有在下位 每一个人他层次不一样 我们要这样学才是一个正确的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那不然这一章啊 那个当皇帝来听就好了 其他东西不用听 只有你的事情啊 你要接受欠见 我们不是当皇帝 我们必要接受欠见 是不是这样啊 大家说对不对啊 这一节课 你们不是当老板的 通通可以去外面喝咖啡 不用学了 所以都要回到自己本身 所以都要回到自己本身 那么 你要接受欠见 跟我们要去欠别人 欠上面的人 这双方面都要学习的 都要学的 那么我们欠 或者是接受被欠的 那么你才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取舍 一个选择嘛 那我学什么呢 学经典啊 经典是标准啊 你不能没有这个标准啊 没有这个标准啊 那我们欠的对不对 也不知道啊 你根据什么来劝嘛 根据我的想法 我认为是这样 那我的想法 我认为是这样 我的看法是这样 是正确的吗 谁都不敢讲 因此啊 才要经典 所以 孔老夫子讲啊 他恕而不做 我没有创作 我没有我的看法 我都是依古圣先王啊 他们讲的 这些来做个许许的标准 那么释迦牟尼佛 他讲经也有引用古佛讲的 像四十二章经啊 他有引用 这是迦瑟佛那个时候讲的 也有引用古佛讲的 所以这个就是 恕而不做 叙述 那不是说自己的创作啦 自己的 东西啦 那现代人大家都是 哎呀 大家要有创意啦 我自己的创作啦 根据我的想法啦 我的看法啦 那这个往往啊 都是不正确的 都是不正确的 所以一定要有 一个经典 那依经典做标准 特别我们 归于三宝的佛地址 你要依三宝啊 不能依自己的 依自己的 归于自己的烦恼习气 归于自己的邪知邪见 那不是归于三宝 那现在呢 我们在台湾啊 归于政治人物 归于名嘴 但是归于名嘴啊 这个读中的很深 它不归于经典 它归于名嘴 归于政治人物 这个就是没有归于嘛 归于三宝 归于几十年啊 既没有归也没有义啊 这些政治人物讲的 这些名嘴讲的 我们在经典拿出来 对照对照 那佛是不是这么讲的 圣贤是不是这么讲的 那他对的我们就听嘛 那不对的 你就不能听他的嘛 不对的你听他 他错了 你也跟着错了嘛 那这个就叫大错特错了嘛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要去劝人 也要学啊 要接受人家欠 也要学啊 人家他欠的对不对 你自己要有能力去辨别啊 如果他欠的不对 你也照单全收 那不就也错了嘛 那对跟错 就是经典做标准嘛 所以要学习 回归到学习经典嘛 那世间的经典啊 四书五经 那现在的弟子归啦 感令篇 十三列道经 这就标准啊 那么劝他也是要学的 被劝也是要学的 那这样啊 才有意义啦 不然啊 你乱欠 也没有意义嘛 那乱接受 那也不行 那正确的 那当然要接受 那我们劝人 也是要劝正确的嘛 不能把那个不对的拿去到处劝人啊 那么我们认为对的 不见得就是对 一定要对照经典 比如说 那佛教界就很多人反对啊 那你 那我们怎么取识啊 那是外道的书啊 很多人是 很多出家人是这么讲的啊 那你怎么办 我们早上啊 跟大家讲的 你要依事依法 依法不依人 依义不依义 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依字不依事 那 依义不依义 那地址归啦 感应篇了完事情 虽然不是佛经 也不是佛讲的 但是他讲的 跟佛经是相应的嘛 跟经典相应的嘛 义事一样就可以义了嘛 义不依义嘛 所以这一个 自己要有一个 一个标准嘛 这样啊 我们才不会被误导嘛 不然啊 这个 很多人啊 他都凭他自己的想法看法 他不依经典 那有的人 他也拿出经典 经典拿出来呢 但是他没有事依法 他没有用事依法 他就起 第一条 依法不依人 那后面三条不依啦 他只依一条 这个也不行 那四条通通要依才可以啦 所以这个都要学习的啦 所以 我们 劝人 被劝 我们都要学 那我们劝人家什么 那这个 有时候我们是凡夫啊 劝的也 不见得是圆满 也不一定是对的啊 所以有时候我去建立别人 那也有别人给我建立 那么 我们自己觉得不是很有把握的 我们就 我就写一个啊 跟我参考啦 你参考参考 不知道对不对啊 你参考参考 所以我们劝人啊 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接受 欠鉴啊 也是 不要去计较 人家如果 万一讲的不对啦 你不要去 执贵他 这样啊 彼此之间啊 他就有一个互动 一个交流 大家就 没有 隔阂 就没有隔阂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 一个态度 那所以我就是听到这一集啊 蔡老师说 欠鉴 所以在福州 我就欠他啦 但是我跟他讲 我不知道对不对 你参考 那我们欠人啊 我们当然也是 战战兢兢的嘛 那别人欠我们 他也是战战兢兢的嘛 怕 怕 欠我们 我们生气啦 那对着你啦 那也不敢讲啦 那我们去欠人啊 我们也是这样的心情啊 讲了他 到底他接不接受 不接受啊 那反而跟他 结冤愁啦 那这就没有必要啦 所以都会有这种顾虑 因此啊 我们都是要学习 学习经典 以经典做标准 那这个劝鉴啊 受劝都是要学习 所以过去啊 我们早年在法藏图书馆 写奖金大家来批评啊 那就 我们很多师兄弟啊 就批评啊 那有一个机士来写奖金啊 那被我们里面一个出家众啊 骂得狗头淋血 那个不是欠啦 那个是骂啦 那什么叫骂 什么叫欠啊 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啊 我把那个台北市议会啊 那个王一元执行 那个大家看看 那个是骂还是欠 这个要搞清楚啊 你在骂还是 所以要学的啦 不是那么简单的啦 那我不学习啊 所以我们要欠人家写奖金 你自己对内典言学要领 你自己有没有先学 有没有先看 依这个标准 你哪一条 那这样才对嘛 他是自己情绪化啦 那个机士 我看站在那边被骂的 就像那个议会一样 被骂的 狗头淋血的 那个就不叫 不叫欠 也不叫批评啦 大家要学习啊 好我们现在 时间到了 我们就请用午餐 祝大家残烈为食 把血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的名字 我